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 她的女朋友吃醋了 她的丈夫很爱吃醋等等 这里的吃醋不是真的吃醋 而是嫉妒的意思 尤其是爱情方面的嫉妒 有关吃醋这个词的由来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唐朝的时候 皇帝李世民有一个大臣 叫房玄陵 因为她为国家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皇帝想要奖赏她 送她几名美女做妾 但是房玄陵的妻子很爱嫉妒 她怕妻子不同意 就谢绝了 皇帝知道原因后 就派皇后去劝说房玄陵的妻子 但是她还是不同意 于是皇帝想出了一个办法 她在酒杯里倒了一点醋 让人给房玄陵的妻子送去 告诉她 要么同意 要么喝下这杯毒酒 没想到房玄陵的妻子 想都没想 一口就把毒酒喝了 但是她发现 酒杯里不是酒 而是醋 从那以后 人们就会用吃醋 表示嫉妒 当然 这只是一个传说 我们不知道 它是真是假 但是 但是在中文里 确实 常常用酸 表示不开心的感觉 比如 这件事 让人感到心酸 她不想提起 那些心酸的事 我心里酸酸的 很想哭 嫉妒 也是一种 不开心的感觉 因为 喜欢一个人 爱一个人 当看到 她和别人 在一起 心里就会酸酸的 就像醋的味道 所以 在中文里 会用 吃醋 表示嫉妒 这就是 今天的内容 希望会对你的学习 有一点帮助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个故事见 我们下个故事